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都会获得不同分数 所以拿起纸笔记住你的分数 让我们马上开始 问题一 一段关系中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A 乐趣 我需要关系带给我快乐和灵感 B 舒适 我在寻找让我觉得舒服并能保护我的人 C 刺激 我需要一个给我的生活增添色彩的另一半 D 一体 我需要和人建立强烈连接并知道 无论如何他们都会陪着我 如果选择A 你得三分 B 得两分 C 得四分 B 得一分 问题二 你的完美宠物是什么 A 猫 它们独立冷酷 但同时又无比可爱 B 狗 我是狗奴 它们是无时无刻不在你身边的好朋友 C 也许是仓鼠或者豚鼠 它们太猛了 D 我喜欢有点脾气的 比如蜘蛛或者蛇 如果你内心深处是一位猫奴 加两分 对狗毫无抵抗力 那你得三分 可爱的小仓鼠今天只能给你带来一分 但是如果你选了D 四分满分都归给你对这些尖牙利爪的爱 问题三 什么让你最反感 A 平凡庸碌没有任何特质的人 B 无所不知者 我受不了傲慢 C 与之相处很无聊的人 D 对他人粗鲁和冷漠的人 如果选了A 给你的积分器加四分 选择B得一分 C等于三分 选D将带给你两分 问题四 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A 冬天 童话般的雪 滑冰 热可可 我的最爱 D 春天 百花绽放 长冬过后的晴天 还有什么更好的呢 C 夏天 什么都比不上阳光下的乐趣和假期 D 秋天 宽大的舒适款毛衣 五颜六色的树叶 是我的菜 你选择了冬天吗 请确保你往积分板上加一分 春天是三分选项 夏天将带给你四分 如果你无可救要爱上秋天 那么这一题你得两分 问题五 什么是你的理想首次约会 A 游乐园或者其他任何好玩的地方 B 我可能比较传统 所以晚餐和电影在我看来很不错 C 我想要一些特别的 可以让我永远记住的东西 比如海边的野餐 或者一个刺激的冒险 D 我不在乎去哪里 只要我和我的约会对象有感觉 其他无所谓 如果选A 你得三分 选B 给你加两分 C 等于四分 选了D 你只有一分 问题六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A 巧克力蛋糕 B 意大利面 C 芝士汉堡 B 鸡肉 字母A是两分选项 B 是四分 C 等于三分 选D 将得一分 问题七 你最想去哪个国家旅行 A 法兰西 如此浪漫 B 英格兰 我爱它的优雅和独特美丽 C 日本 我想要去探索的全新世界 D 意大利 美食 美景和会所 一切你想要的 如果你的理想目的地是法兰西 B 记下两分 多余而精致的英格兰是一分 如果你迫不及待想要去日本 加四分到你的总分上 好玩又刺激的意大利是三分 问题八 选择你最喜欢的颜色 A 红色 B 蓝色 C 白色 B 黄色 选A 给你自己加四分 如果你选了B 得两分 C 等于一分 B 是三分 问题九 你在他人身上寻找什么样的特质 A 我相信忠诚 是任何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 不管浪漫与否 B 对我来讲幽默感不可或缺 我希望与让我大笑 和玩得高兴的人在一起 C 我经常被充满自信 和内心平和的人吸引 D 无拘无束 和思想开明的人是最好的 如果选项A听起来和你有点像 给自己两分 B 最适合你 那你将得到四分 至于C 它值三分 D 得一分 问题十 什么最让你害怕 A 决定或者我的人生失控 B 失去我爱的人 C 平淡无聊的日子 D 泯然众人中 这次A给你一分 B 是两分 C 等于三分 D 将给你的计分板增加四分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测试 是时候把分数加起来寻找答案了 如果你的得分在十到十六分之间 你的初文者名字可能以 B R S D V H或 A 开头 本性上你是内敛和传统的人 有时出于害怕别人让你伤心 你会在自己和他人之间竖起一堵墙 你需要一个能够粉碎所有这些界限 来赢得你信任的人 这正是你的初吻将要做的 不要害怕向他人展示你美丽的内心和灵魂 他们会完全为你的神秘招迷 并想要进一步了解你 终有一天 在你准备好了的时候 会有一个完美的另一半 用付出和坚决赢得你的心 那个时候 你会得到你第一个也是最好的吻 等待吧 如果你的得分在十七到二十五分之间 你很可能会和名字以字母 E K Y X I 或 O 开头的人凑在一起 你是一个悠闲放松的人 但一旦恋爱 你会爱得很热烈 并因此变得敏感多疑 你需要一个给你保护和安全感的人 在你身边支持你 另外你举止浪漫 所以不要担心 你很快就会找到这样的人 只需记住 十全十美的童话故事并不存在 我们都会有差异和分歧 但是如果想要和某人在一起 你需要睁着眼闭着眼 只要你愿意这样做 你的恋情会从这个初吻开始 如果你得到了二十六到三十四分 以初吻的名字 可能以C F J W Q 或 N 开头 这表明你未来的另一半 对生活和体验充满热情 想要主动掌控生活的方向 而不是盲目跟随 这也是你的写照 你想要把日子过到极致 并保持真实 归功于你们建立强壮连接 和寻找乐趣的能力 你们将会是强强联合 你们都深知从好朋友开始做起的重要性 你们遵循这个不用说出口的规则 因为你们知道 可以告诉对方任何事情 而不会被评判 所以考虑到你的强烈个性 你的初吻肯定是难以忘怀的 最后如果你的得分超过三十四分 你初吻的名字可能是以 G L M P T U 或 Z 开头的 形容你最好的词就是独一无二 你独立 开明 而且喜欢清醒可控 你能够创造性的思考问题 并且不怕说出你的想法 这一点通常在你对艺术的 钟爱和热情上体现 可能是写作 唱歌 绘画 或者任何其他帮你处理 和表达情绪的方式 好吧 你肯定会和你初吻的另一半 找到美好的感情 因为对方也会和你一样 有吸引力而生机勃勃 毫无疑问 你的爱情故事一定是刺激 意外和激动人心的 所以你绝对有理由期待 你的答案是什么 在下面的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吧 务必给视频点赞和朋友分享 同时按下订阅键 留在亮生活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